2022年即将迎来的第18周世界排名 将是又一次排名大地震 原因在于国际拼联把2020年12月份的旧积分清零 在比赛不能常态化举行的情况下 这种让积分大幅缩水的举措 十分尴尬 国际拼联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只能靠着延长2021年的积分来弥补一下 这两项举措结合在一起 国际拼联目的只有一个 让球员多参赛 旧积分 依然是世界排名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拼联 其实早早就宣布了2021年 推出全新的WTT赛事体系 和与其相对应的世界排名 然而 由于疫情关系 国际比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结果就是一年就那么起战比赛 2021年 新的世界排名实行之后 2020年12月份的积分 原本计划一年清零 但是由于比赛少 2021年结束的时候 旧积分依然有50%有效 成为球员世界排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际拼联对旧积分动手 引发排名大地震到了2022年 国际拼联开始对旧积分动手了 从第5周到第17周 旧积分直接变成了20% 引发了世界排名不小变化 其中一点就是孙颖沙超越陈梦 成为了世界第一 在第17周世界排名结束之后 国际拼联公布世界排名规则 从第18周开始 旧积分清零 会引发世界排名 大地震 旧积分清零的直接影响就是 积分大幅减少 以樊振东为例 2021年第52周 积分是14145分 到了2022年第18周 只剩6900分了 少了一半左右 这还是在拿了新加坡战大满贯的情况下 陈梦同样如此 朱雨林积分直接清零 这位曾经的世界第一 就暂时看不到世界排名了 徐欣与刘诗文 由于2021年以来 单打比赛只参加了新加坡大满贯战 所以就只剩下了175分 两位曾经的世界第一 调出前50位 莫雷高德国际拼联目的只有一个 让球员多参赛积分减少 国际拼联自己也尴尬 于是还有一项针对性的举措 就是延场2021高级别赛事 的积分有效期 有效期最早降于2023年第一周截止 因为按照规则 2021年部分赛事的积分 到了2022年会逐步过期 本来比赛就少 如果2021年的积分在过期 那世界排名就真得没法看了 国际拼联只能自己弥补尴尬 这两种举措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鼓励球员多参加新的比赛 从2022年第五周开始 再到第18周 世界排名大幅提升的 都是2021年以来 参加比赛多的球员 蓝丹方面 瑞典队莫雷高德 将第18周将高居世界第五 斯洛文尼亚队达科 将高居世界第六 尼日利亚队阿鲁大 将来到世界第十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2021年以来的比赛 都打满或者超过了八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